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你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会对英镑瑞郎货币对一个月的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英镑将继续对瑞郎形成强势 因为如果欧洲央行继续扩大QE 将很有可能会导致瑞士央行选择降息或者是选择宽松 以此来避免欧元对瑞郎继续贬值 就像瑞士央行副行长说的一样 瑞郎目前仍然属于被高估中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们将会进一步地让瑞郎贬值 英国央行和瑞士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差异性正在扩大 市场认为英镑和瑞郎将会进一步地升值 那么这对你的三个月的预测价格为1.56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英国央行将会在本周举行利率会议 并且很有可能将会实施升息的政策 那么如果升息 英国央行将会成为第一个退出超级宽松政策的主要央行 而欧洲央行可能将会在12月份选择继续宽松 所以相应地对瑞郎在未来三个月的时间里 走势是被看好贬值 关于12个月的价格 你的预测是1.60 那么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认为英国央行可能将会到明年选择升息 马克卡尼在本周的会议上 会做出详细的相关的政策上的解释 但是我认为升息是势在必行的了 因为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中 英国的经济表现将会持续地提高 例如今天 我们就得到了英国制造业领域的新订单达到了新高 瑞士的KFO领先指标在10月份是有所下跌的 所以瑞士的经济在未来6个月中 有着很大的下行风险 以及瑞郎也将会进一步的贬值 瑞士的制造业表现也是有所下跌的 综合以上所说的 预计瑞士央行将会使瑞郎进行贬值的方法 来刺激瑞士的经济的增长 所以我认为英镑将会对瑞郎继续保持着强势 好的 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预测节目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